以为的Panda是这样 我告诉你 这个才是真正的Panda 兄弟们 日本人啊 大家也知道啊 最厉害就是啊 发明了一些 感觉上又很有用 但是好像有时候没有用的东西 是不是 年2024年 SECO自己的一些 手表的一些内部设计师 突发奇小 就把一些生活上的一些 创意了 把它跟表结合起来 融入到表当中 当日本人呢 把这种发明放在表当中呢 能不能用呢 我接下来看一下 兄弟们 第一位参赛者作品厉害了 这个还以用最快的时间 设计出这一支 全世界读时间最慢的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差事意思 你还没有看表时间呢 你要把所有的这些 那个工具啊 所有的那个零件装上去了 这个就是类似于那种 古时代的那种热魁 这一支表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呢 看时间要去到户外哦 在室内是不懂几点的哦 这款厉害了 天天这几年就讲熊猫啊 是吧 Panda 即时马表 今天就真的跟你搞一个真正的熊猫 不用问我为什么不跟大家讲解这一支表 不用讲 它就是一个真正的熊猫 第四支的作品厉害了 应该是出给喜欢裁风的朋友 这个喜欢裁风的朋友啦 经常都会有一个小枕头啊 就是这个固定在这个 绑在这个手腕啊 或是手臂上面这边啊 现在就把这个想法跟这个手表结合起来 方便你随时可以扎那支针鱼 虽然我不会撤衣服 但是这个想想下好像又很有用这样的 第五支我个人就非常喜欢了 哇 这个不论你左手带 右手带 The Ballet 带 上下带 从上面带 下面带 转过来带 怎么带都行 太美了 设计上又美 这个功能上面玩的时候又特别 而且你要看哦 人家是两个SECO logo 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 哼 你谁美 第六个作品更紧啊 就专出来给吃火锅Steamboot用的 这里我就不讲解了 留来给人家讲 给他一眼入味 拿那个牛肉啊 煮啊那个 最上定了一个吃素鱼 可以算时间这样啦 啊啊啊 然后走完这个的时候 你的SKIDBOARD 走完这个之后 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呢 你就可以开始放食材的食材 这里这些你看到的 是他的食材哦 然后他就跟你讲 你要吃什么之后 你放KOMBUDASHI 你放进去 然后下一个 你放这个OUSHITA 放进去 哦 然后你放这个 我们跟着他这个步骤方咯 然后他也跟你讲 哦你要翻这个东西啊 最后一款作品 这个设计师 应该是很痴迷于抓迷藏 或是这种躲猫猫 上面这个可以旋转的数字 是可以算你抓了Jogger人 里面那个是抓人的这个倒数时间 哇 这支表严格来讲 不是表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你们告诉我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款 留言在下面让小刚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